普吉岛,海南岛,到底哪个地方更适合你投资呢?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哪边的投资回报率更高。 海南房价的天花板是三亚和海口,均价3-5万一平,最贵的三亚海棠湾大于6万一平。 可能和大家印象中落后的泰国不太一样,普吉岛的房价可不算低,一线海景房大于3-4万一平。 海滨公寓的均价在2-3万一平,只比海南低一点点。 综合来看,海南和普吉岛的房价差不多,最大的差别在于投资回报率。 海南公寓的投资回报率欲为2.4%,在中国算是比较高的水平,但在泰国就不够看了。 泰国房价最高的曼谷,公寓投资回报率都有5%,普吉岛公寓回报率就在6-8%。 如果购买别墅用于难缩经营,租金回报率甚至能达到10%以上。 特别是今年,大量俄罗斯中产引入普吉岛,导致普吉岛的租房需求供不应求。 别墅、大货型公寓的销量和租金都大幅上涨,直接将普吉岛的房价推高了15%以上。 早年在普吉岛投资房产的人,今年可都转翻了。 那么还在等什么呢?评论区留言吧。